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介绍一下信息格式化 我们日常的工作呢,因为总是跟文档与报告打交道 而形成文档与报告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首先要进行一些信息的采集 然后对采集的数据呢,再进行格式化 按照用户的要求的格式,生成他想要的具体的文档或者报告 最后呢,发布给用户 那我们上节课呢,就介绍了一下关于信息的采集 包括手工采集,自动采集 那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就介绍关于信息的格式化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格式化呢,就主要介绍两种 一种呢,是利用Python的脚本,把我们采集到的数据生成一个图像 就是图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生成一个柱形图 或者呢,生成一个丙图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比较常见的格式,就可能用户往往需要一个PDF的文件 那我们也介绍一下,怎样在Python当中,把我们收集到的信息 或者说呢,不管是我们收集到的信息,还是自己要写的 怎么样利用Python生成一个PDF 那上节课呢,我们曾经安装,就是使用了两个模块 一个是REST,一个是Textile 那么这两个模块呢,对共享数据的收集和格式化呢 能做一部分 那当我们需要图表的时候 如果呢,我们收集到的信息需要生成一个图像 就是生成一个图表,不管是柄,柄状的图,还是柱形的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样把它生成一个图像,图表的方式来输出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 好,首先呢,我们今天要用到生成图像的模块呢,是需要安装的 还有呢,生成PDF的报告的,也这个模,生成这个文档的模块呢 我们也需要安装 所以呢,我们先介绍一下 先说这个生成图像,绘制图像的这个模块 我们前面呢,曾经做过一个例子 就是根据访问,阿帕奇日志,生成了一个中间格式,中间数据格式 可能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在这个文档,在文档的这个主文件夹中 曾经生成了,桑杰克曾经生成了一个扩展名,叫S的访问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你做过这个例子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文件直接拿过来用 就是这个文件 这就是我们前面在采集数据的时候,把它存成,存到了这里 是我们自己保存的一个格式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数据再拿出来 里面存储的内容呢 上节课我们存储的内容就是根据下面的这个阿帕奇日志,然后生成的这么一个文件 那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就提取根据IP,然后把每个IP访问发送的字节数 累加起来,放到了这个ACCESS.s文件当中 那我们今天呢,就首先 先根据这个ACCESS,这个访问的数据文件来生成一个图 这个图呢,我们就先生成一个条状图,就是住行图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写一个Panfit的脚本,然后来运行一下 这个Panfit的脚本呢,是要用到一个叫GDCHART,就是生成这个图表的这么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你要先需要安装,就是有可能呢,有可能是你的机器上已经装过了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需要安装,怎么判断有没有呢 我们先打开iPanfit,你看看能不能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的时候,我们先进入到iPanfit当中 IMPORT,这里先进入iPanfit,IPYTHON回车 进入到iPanfit当中,我们就先导入一下,看看这个模块有没有安装 IMPORT,如果你在这里导入GDCHART,导入这个模块呢 如果只说找不到这个名称,那就说明你的Panfit没有安装这个模块 你看我这里导入没有问题,说明呢,这个已经装过了 因为老四很多的模块呢,是已经装好的了 所以在这里呢,就不需要再重新安装 那么你的机器呢,如果之前没有做过,没有使用过这个模块 那可能就没有安装 安装的时候呢,很简单 打开终端 打开终端,跟前面一样 用这个管理员的身份进行安装 先输SUDO 然后APT-GET APT-GET,当然你在联网的状态下 然后安装Install NSTALL 后面呢,就指向我们要安装的Panfit的模块 PYTHON- PYTHON- 告诉他我们要安装Panfit的GDCHART 要安装这个 安装这个GDCHART 输入这个呢,执行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点击YES就可以了 这就是安装的命令 就是说,如果你要导入这个模块的话 没有提示你找不到这个模块名称的话 那你就去安装一下再用 好,我们这里是已经安装好的了 所以我就不再自行了 这里先把它关掉 那我们这个终端的暂时也不用 暂时也不用了 先关掉它 要退出一下 QUIT 然后我们先把它关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写一个脚本 就根据这个ACCESS.S文件 就生成四线采集的数据 生成的这个文件 来产生一个图表 产生的这个图表呢 就生成一个图像文件 天记的图像 好,我们现在就打开文本编辑器 保存一个PY的模块 我们先把它存起来 单击保存 保存的时候呢 你自己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就叫做CHART 就生存图表的测试 TEST 然后起个名字 扩展名叫PY 单击保存 好,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先我们的攀粉脚本 利用这个ACCESS.S文件 来生成一个图表 好,那首先呢 先指向我们的运行环境 警号感叹号 斜线 EOSR斜线 BIN斜线 ENV空格 单凡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导入 我们要用到的模块 一个字MPORT 导入我们刚刚说的 GD GDCHART 我们要创建图表的模块 另外一个呢 就导入 导入我们要用到的 这个持久纯储的模块 SHELVE SHOW 好,把这两个模块导入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先去打开 先去打开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ACESS.S文件 把我们那个数据先拿出来 SHELVE 杠 这是我们自己取的名字 Fill 就等于要用 SHOW SHELVE 模块的 Open方法 去打开我们的 当前的主目录下的 ACCESS.S文件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去 从这个写一个列表解析表达式 从拿到的这个SHELVE 内容里面 把这个里面的数据 一个一个的读出来 生成一个列表 列表呢 就放到一个叫 ATMS ITMS 下画线List 一个ATMS 列表 放到这个列表的对象里面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写一个 列表解析表达式 在这中间 首先呢 那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 我们就往列表里的 每一个元素 就生成一个圆主 圆主中的第一项 我们往外取的时候呢 起个名字叫I I里面中的第二项E 放在这个位置 圆主中的第一个元素 圆主中的第二个元素 就是I 中间的0 这个呢 那这个圆主的数据 哪里来的呢 从I里面取出来的 然后后面呢 循环的 Full循环的 I 就是我们要循环的 每一个元素 循环的目标 因 因谁呢 就从 Show S-H-E-L-V-E -Full 从这里面呢 调用它的 Items方法 I-T-E-M-S 的方法 去拿到所有的元素 就拿到了 从这个列 从这个Open当中 打开这个文件 拿到了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呢 通过这个Items 开始循环 循环到的每一个数据呢 就放到这个I里 I呢 现在里面是一个原主 那取它里面的第一项 放到这个原主中的第二个元素 第二项呢 就是那个具体的数据 放到第一个元素里 好 那么这个Items 列表有了数据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 在下方 在下方呢 我们先把这里面的这个数据 做一下排序 调用Items 就是列表的这个 列表的这个排序的方法 List 调用S S O RT 调用一下排序的方法 对它进行排序 排序完了以后 我们就 就重新呢 再去拿到这个 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的每个元素 都是一个原主 然后原主里面有两个元素 其中的第一个元素呢 是那个数据长度 就我们纯的 发送的数据的长度 就是具体的数字 然后那个IP呢 是放到了第二个元素当中 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元素 数据取出来 就是这个列表中的 每一个元素中的 第一个元素 取出来以后呢 再放到一个叫 发送质结的 列表里面去 我们再来一个列表 BYTES 下滑线 然后起个名字 叫SENT SENT呢 发送 发送的字节长度 那发送的字节长度呢 我们再写一个列表 解析的表达式 然后也是 循环 循环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项 还是叫I 因谁呢 就因为我们上面的 这个ATOM LIST ATOM LIST 这里面的每个元素 都是一个原主 然后取出来这个原主呢 我们不要里面的两个元素 我们要其中的一个 那就在这个前面的子项 我们就指向这个I中的第一个 零 I中的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从这个存储的数据当中取出来呢 就是它的发送的字节长度 所以呢 这样拿到这个列表里面的每个元素 都是一个数字 就发送的字节的 就是每一个IP发送数据的总长度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发送的字节长度的列表了 它就是用来生成那个柱形图的那个图 用这些数据呢 生成图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生成完图以后呢 对应的图呢 可能还要一个图标 这图标呢 我们就再准备一个IP地址的 IP地址的这个数据 那么如果你要是取出来 我们的这个具体的IP地址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写 搞一个IP下滑线 起个名字叫 地址 A-D-D-R-E-S-S-E-S 当然我们这是列表 那跟前面一样的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里面 从前面的这个AtomsList 从这里去取 那取出来的时候呢 肯定不是取第一个数据了 第一个数据项里面呢 是发送字节的长度 我们从第二个数据项里去取 一 从第二个数据项里取呢 就是原始的 从那个保存的文件里取出来的IP地址 IP地址呢 放到这儿 这是那个用真正的IP地址去存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把那个具体的IP地址 在这里显示出来呢 我们把它注视掉 那你可以这样写 我们把它固定时 固定时写成固定的 写成固定的呢 这个位置咱们也虽然也是循环 这个循环的这个AtomsList 要的是它的个数 就是循环产生的列表的元素的个数 但是我们不准备把这个真实的IP 在这里显示出来 那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个固定的 支付串 给到这个IP地址 给它一个假的 那我们就随便敲了 在这里 比如说 SSX点 三位的点 一共是市主 点 XS 那这样呢 我们就作为这个IP地址 然后画到这个图表上 这样呢 我们就不是取真正的IP 如果你要取真正的IP呢 你就用这个 用这个真正的IP呢 来打印生成一个图表 好 那有了IP地址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画图了 画一个什么图呢 就画一个柱形的图 就条状的图 那这个条状图 我们先准备一个变量 先准备一个变量呢 就表示我们运行的时候 生成的这个图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CHART 等于什么呢 就利用这个GDCHART的这个模块 它有一个方法 给我们创建一个柱形图 也是条状图 就调用它的BAR 调用它的BAR 创建一个条形图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条形图 生成的一个图表 现在呢 这个图表 咱们现在要设置一下 首先呢 这个图表的宽度和高度 WIDTH 它有这样的属性 我们就直接给它 我们把宽度设成400 CHART点 高度 HEIJHT 高度呢 也设成400 100乘400的一个图表 然后这个图表呢 给它设一下背景设 CHART点 BG BG 下画线 Color Color 颜色我们就设为白设 WHITE 然后再设一下它的 它的前景设 就是画出来的那个条的图 的颜色 P-L-O-T 下画线 Color 这个颜色呢 我们就用黑色的 B-L-A-C-K 如果你不喜欢黑色 你换其他的颜色也可以啊 然后我们还要设一下 这个横着的标题 跟竖着的标题 CHART点 CHART点 X-TITLE 就是横着的标题 横坐标的标题 横坐标的标题呢 我们就设为IPD字 IP A-D-D R-E-S-S 然后重坐标的 就是Y-TITLE TITLE的标题呢 就设为发送的字节长度 BY-T-E-S 然后空格S-E-N-D 字节长发送的数量 除了XY的标题 我们再来一个上面的大标题 图表一般上面都有个大标题 那这个大标题呢 就设字TITLE就可以了 TITLE就是大标题 那个XTITLE和这个YTITLE呢 就是设字横坐标 和重坐标的小标题 那这个大标题呢 我们就设成 USAGE BY IPD字 A-D-D-R-E-S-S 这是大标题 好了 标题都设完了 那我们就开始设置数据了 CHART 让这个图表给我们生成一个图 那生成助行图 肯定是要根据数据生成的 那我们就SHART-D-T-A 设置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我们前面准备好的 发送的 字节长度的这个列表 把这个列表给到它 就OK了 好 设置完数据呢 我们还要设置标签 就是那个我们的住行图呢 都是有 有具体的这个标签的 这每一个这个小标签 就是它下面那个标题 就一个条形的标题 我们就用这个IPD字 作为它的标题 所以这个IPD字的各数 它的数据 要跟我们生成助行图的 那个数量是相同的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 都是循环它 就是这个目的 它们俩要保持一致长度 好 我们再来设 CHART点 这回呢 就set label L-A-B-E-L S L-A-B-E-L-S 括号 括号里面呢 就把上面的这个 IPD字的列表 传给它就行了 好 有了数据 有了列表 该设的都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绘字 告诉它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呢 我们最终 它是在 一直在内存里头的 我们最终呢 要把它存到硬盘上 存到硬盘上 生成一个图像 就是根据这个 我们指定的 设定的这些数据 生成一个图像 生成一个图像呢 我们好用这个图像的工具 来打开看 好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就更简单了 一个语句 就生成一个图像 要用它的绘字 DRAW 图表的绘字方法 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你就指向绘字到哪里去 那我们就告诉它 给我绘字到一个叫 PNG的图像里 BYTS 然后下画线 IP 这名字你自己取啊 你翘什么名字呢 等一下在这个 对应的这个 像同一个目录下 就会生成这样的一个文件 BR.PNG 就生成这样的一个图像 好 那这里头都资金完了 最后呢 还要记得 我们前面呢 操作这个show文件 然后还要把它关掉 就这个show fill 这个文件 还要把它关闭 好 在最后这一行这里呢 就调用它的close方法 .close close方法 就OK了 好 我们这模块就完成了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呢 现在我们打开终端 执行一下 让这个python模块执行 因为我们这个模块呢 没有去定义类或者函数 所以呢 直接运行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单击终端 双击终端 启动了以后 因为都是在这个主文件目录下 我们就直接执行 执行python python 然后我们这个文件呢 叫图表测试 叫charttest 就是你自己呈成什么名字 你自己在这里就输入 你的模块名称就行了 py 好 开始执行 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呢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里 是不是生成一个 点击位置 主文件夹上 看一下 呃 这里面呢 就去找 我们生成的一个文件呢 叫 我们刚刚写的这个文件名称 叫做byts开头的 ip的调形图 那就找b开头的 在这 就这个 byts-ip-br.png 这就是这个png图像 那你就用这个图像 查看器 把它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 我们这里就是根据自己的访问日志 然后生成的 把 事先把数据先存起来了 然后再根据存的这个数据 生成的一图表 当然呢 这个只有这个数据最长 这个数据最长 因为我们的图呢 生成的比较小 是百层四百的 当数据多了的时候呢 这个图呢 可能字就非常的小 看不大清楚了 那我们的这个ip呢 一共有四个 一二三 这三个呢 都很少 就只有这个最多 这个呢 应该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 阿帕奇日志文件 访问日志当中 那个本机的 本机的这个访问的 这个量是最多的 好 那这就是一个图表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柱形的图 根据这个数据 生成的一个图像格式 好 那除了这个柱形图呢 有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 要一个柱图 要一个柱图呢 也可以 那我们就换一种写法 这个先关掉 然后我们再来 再写一个文件 这回这个文件呢 还是根据这个数据 咱们把它生成一个柱形 柱形的图 就不是柱形图了 再新建一个文档 把它保存起来 这回我们 还是这个测试 测试的这个图表的 那这次这个图表呢 是一个柱形的图 我们就叫 CHART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 这个柱形的图呢 就叫PIE吧 PIE 然后后面叫测试 TST 点PIE 单击保存 好 现在呢 跟前面一样 跟前面一样呢 我们还是要用 这两个模块 所以我先把这两行 COPY过来 COPY过来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生成柱形图呢 还准备要用到 迭代器 所以再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 ITERTOOLS 一个迭代的工具 模块 把它导入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 先去打开这个数据 打开数据文件 在这里 这个COP多了 在这重新COPY 从这里COPY 下面的这个读取 下面读取呢 也留下来 包括 包括这个排序 还有从里面拿数据 这几行都要 这几行都要 我就不重复写了 都一样的 把它靠过来 好 那有了这个IP地址 有发送的数据 这是我们要画图之前 准备的数据 准备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开始画绘图了 这次绘图呢 咱们就不是绘柱形的图 就是不调用BAR了 这次我们调用 这个丙图的构造函数 CHART等于 我们这个图呢 就等于调用GDCHART的 PIE的方法 搞一个丙图 好 那有了丙图呢 跟前面一样 你也是要设置 它的宽度和高度 咱们把这两行也抠过来 背景颜色呢 也设成白色的 所以这三行都拷贝 但是我们这把 这次把图画的大一点 宽度800 高度也800 这个都设大一点 背景颜色是这个白色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 搞这个画图的时候 你不能把所有的颜色 都设成这个同一个颜色 那这丙图就成了一个圆的 一个实行的圆了 那我们要用这个迭代的方式 生成几个几个颜色的这个图 这样呢 再画出来这个丙图的时候 一个区域块 一个颜色 我们准备一个颜色的列表 就叫C-H-C-O-L-O-R 下滑线 下滑线 下滑线后面是C-Y-C-L-E 就是我们的轮换的这个图 轮换的颜色 这个轮换的颜色呢 我们就用 I-T-E-R-T-O-O-L-S 就是迭代工具下的 C-Y-C-L-E方法去产生 那么产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列表 给它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呢 就设三种颜色 这三种颜色呢 我们就用16镜子的表示 0X 然后第一个用浅灰色 浅灰色16镜子表示的颜色呢 就数字越大 颜色就越浅 我们就用D 1 2 3 4 5 6 两位一个颜色 就是红绿蓝 这是一个浅灰色 再来一个深灰色 一个0X 然后后面呢 是 深灰色呢 我们就数字小一点 数字越小的颜色就越深 我们来六个1 1 2 3 4 5 6 然后第三个颜色 第三个颜色就 不深不浅 中等的灰色 中等的灰色呢 我们就再输入 输入7个7 6个7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好 那就用这三个颜色呢 就是交替 交替来产生这个 丙状的图 这丙状的图呢 从深灰 浅灰深灰 到中等的灰 轮替来显示 这样呢 就给它间隔开了 好 有了这个轮替的颜色 那接下来呢 再来一个颜色列表 color-list color-list 那初始的时候 等于空的 就等于空的列表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循环 for循环 循环呢 我们的发送的字节 字节的这个数量 bytes 下化线 sent 就是这个发送字节的 列表中的 列表中的每一个元素 拿到的每一个元素呢 我们都放到i里 in 冒号 在循环体里 在循环体里呢 我们就去往那个列表 颜色列表里面添加 这个颜色列表 现在是空的嘛 那我们就从这个迭代器 循环 轮换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列表里面呢 一一拿出来 放到这个颜色列表里面去 好 再往外取的时候 就往这里 往这个列表 颜色列表里添加 所以在这里呢 就调用它的append添加的方法 添加的每一个元素 就从这个上面这个迭代器里面去取 调用它的next去取 在那里不停的轮换 那么我们的这个发送的这个ip地址 有多少个就循环多少次 那循环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颜色列表就有了 而且呢 还跟我们那个发送的长度是一样的 数量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设置一下 顶图的颜色 CHART的color 就等于 设置这个顶图的颜色呢 就让它等于我们这个颜色列表 一对应的 好 那这里呢 设完了 设完了以后呢 还有这个前景的颜色 CHART.plot 设置为黑色 DLACK 设置为黑色 好 那设好了以后 还有标题 再加一个标题 CHART.tattle 这个标题呢 我们就跟前面一样 还叫USAGE by IP地址 好 设完标题 那我们就开始跟前面一样 设置数据 然后再设置标签 最后呢 把它画出来 那设置数据 就调用ART的SET DTA 括号 然后就指向 新号 就指向我们这个 BYTES 下滑线 SENT 就指向我们这个数据 发售了字节长度的列表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标签 SETLABEL LABELS 括号 标签呢 就是这个IP地址 当然你不愿意用它的话 你就用真的IP都可以的 好 设置完以后开始绘制 CHART.draw 括号 绘制 绘制呢 还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这次呢 就 还是PNG的格式 但是换个名字 TS 下滑线 IP 下滑线 PIE 画一个饼图 点PNG PNG 这里要用野号引起来 这是一个文件的名称 生成这个图像 那最后呢 还要记得跟前面一样 要把这个文件关掉 Show Gong Fill 调用它的close方法 保存一下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已经做完了 生成饼图的 Panfit脚本就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在终端下 运行一下 看看 那个会不会生成一个饼图 PYTHON 我们这个文件呢 叫 CJRT PIE PIE TEST 测试 点PY 回测 我们这里出错了 出错的这个位置 是在 那我们这里面 错误发生在 第21行 第21行呢 是这个位置 就是把这个 颜色list 负负责给 饼图的颜色 出来错 我们看一下 哦 这里出错了 就我们在这里 循环 在这里循环的时候呢 循环的时候 这个拿到的 每一个颜色 应该是个方法 这个next 括号 漏了方法了 好 这里呢 重新保存一下 重新保存一下 再回来 再执行一次 回车 这里没有错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打开这个位置 打开这个主文件的 主文件夹的这个位置 去找一下 哎 这里就出现了这柄图 那么这柄图呢 我们用图像 查看器 打开 看一下 那这个图呢 因为我们的数据的原因啊 所以呢 主要的数据呢 都在这一大块 浅灰色 那一个森灰 一个 一个森灰 一个中等的灰 在都在这个小 最小的这个范围内 因为他们的数据比 比较大 如果你的数据呢 和适一点的 生成的柄图呢 就一块一块的 我们这里呢 整个这个柄图 因为 因为数据的原因呢 就生成了这种效果 所以上面是标题 当然你可以放大 放大一定比例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但因为总的来说呢 因为这个数据量非常小 所以中间这两块呢 这个 按照这个比例 把这柄图进行分割的时候 它的数据量呢 就很小 好 那不管怎么样子 这个柄图是生成了 虽然我们的数据呢 不太合适 但是这个柄图 生成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就是 怎样生成PDF文件 PDF呢 是 现在是 很多这个用户都是要求 就是要求你给他一个文档 或报告的时候 都用PDF的格式 就是说 这个信息呢 存到PDF这种 已经成为主流的方式 那作为系统管理员来说呢 我们就要知道 怎样创建一个 就通过Pathom的脚本 创建一个 很方便读取的一个PDF文档 在PDF库里面呢 最常用的 就是最重量级的一个库 就是报告 报告label LAB的这个 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呢 你需要自己安装 我们也是看一下 这个模块怎么安装的 这里呢 先把它关掉了 这个文件夹 开了两个 也不用那么多 开一个就行了 现在呢 我们 看 查看一下 这个报告的这个模块 是不是已经安装了 当然老师 这里面呢 是已经安装好的了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查看 还是进到iPad粉下去看就行了 你先 我们要用到的这个 报告模块呢 是在 REPORTLAB模块下 所以你啊 你就在这里试一下 试一下能不能导入 REPORTLAB 就是导入这个模块 那我这里导入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就说明 我这模块安装了 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导入的时候 提示你这个模块的名称 找不到的话 那就说明你没安装 那跟前面一样 你要安装的话 我在这里先退出 如果你要安装的话 还是跟前面一样 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 SUDO 然后安装 apt get 然后install install 安装 那么后面呢 安装的这个具体的模块 就指向 是Pen粉下的 空格 PYTHON 我们就安装那个 报告label REPORTLAB 命令 然后安装执行的时候 输入自己的密码 然后需要验证的话 你就不需要验证了 就按个Y就可以了 这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里已经装好了 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你就在这里执行一下命令 在联网的情况下 执行这个命令 把这个模块装上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模块 生成PDF 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生成一个最简单的 生成一个最简单的模块 我们就还写一个脚本文件 自行就可以了 点击新建一个脚本模块的文件 我们这个文件呢 起个名字 就叫做 哈喽吧 起个名字 生成哈喽的PDF 单击保存 给我们这个文件名称 起名叫 哈喽 下话线 PDF.py 单击保存 好 那跟前面一样 先把我们的这个运行的环境 指定 指定 在Penfin下运行 然后就开始导入 我们要导入这个模块 就是生成PDF的模块 主要是用它的画布 生成一个PDF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 form 导入 REPORT LAB下的 然后是PDF GEN MPORT 我们导入这个画布 CH CANVAS 导入这个画布 好 那导入画布呢 我们就定一个函数 就生成哈喽 下面DF 就叫哈喽 HERLO 括号 不用传参数的 冒号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就直接调用这个画布 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画布对象 我们给它起名叫C 就调用这个画布模块 下的这个画布方法 C 就是创建一个画布对象 CANVAS 括号 那么这个括号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指向 我们这个画布呢 就是生成 生成一个PDF文件 那PDF文件叫什么 你自己起 我们这里就叫 Hello World HERLO WORD LD 点PDF 这里就指向 就等一下呢 我们这个画布 在绘字的时候 就绘到这个PDF里面去了 好 那继续 有了画布对象了 我们就开始绘字 调用C点 C就是个画布对象 调用它的绘字方法 DRAW DRAW 会绘字文字符串 就DRAW SGIN 括号 那以字符串的内容呢 先会设置位置 100 逗号100 然后绘字的内容 就直接给个字符串 这块缺个逗号 参数 直接给个字符串 告诉它 要绘字出来一个 Hello World HERLO 空格 上面写错了 上面这个是 Hello WORD 下面呢 也是Hello空格WORD 这是我们要绘字的内容 绘字完内容呢 以后就让它显示 C点ShowPage Page 然后括号 显示着页里 那还要把它存起来 调用C点 SAVE方法 把它保存起来 那么一定要用这个保存呢 就把缓存中绘字的内容呢 写入到这个PDF文件里面了 那这个整个这个函数定义完了 定义完了得调用 我们就在模块的下方 直接调用 HE HELLO 括号 就调用上面这个函数 让它执行 那么这函数 这个模块 一旦开始执行呢 就执行这一句 这一句呢 就会调用上面的这行 这个这个函数 在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创建一个PDF的画布 在这个画布里 汇出来一个Hello Word 然后保存起来 保存到这个PDF里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PDF 那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来运行一下看 首先呢 那你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硬盘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文件夹里 是不是没有一个叫做 Hello Word的PDF文件 这里肯定没有 找H开头的 H开头的 这里没有的 没有呢 现在我们要执行了 看看是不是生成了这个PDF 好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终端下 开始执行 PYTHON空格 叫Hello下画线PDF.py 这里削除 PDF.py回册 好 现在来看一下主文件夹 你看这里生成了一个 这就是刚刚生成的 1.8KB 然后是PDF文档 Hello Word.PDF 现在你把它打开 双击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PDF文档 在这里看 呃 绘子到这 在这 Hello Word 在这 这就是我们的PDF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换一个 再生成一个 稍复杂的一点的 再生成一个 稍复杂一点的PDF呢 就内容稍多一点 我们准备让它执行一个 执行一个 Links命令 让它显示我们的磁盘的文件系统 呃 使用情况 然后给我们生成一个PDF PD 生成个PDF文件 好 这个先把它关掉了 现在回到我们的文本编辑器里 再新建一个 这回新建的这个文档呢 我们给它起名字 先保存 或者你把它格式改成PDF 再保存也行 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起个名字 叫PDF 下花线 D-I-S-K-R-E-P-O-R-T 让它生成一个持盘报告 点PY 保存 好 那个 呃 这里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呢 我们就替换掉它 替换掉 现在是个空白的 现在这个文档呢 我们跟前面一样 你要先导入 导入这两行 这个导入这个画布 这是我们要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需要的 其他的呢 我们还要用到这个止进程 因为我们要调用这个 调用这个Linux命令嘛 用一个止进程 让它开始输出 再用管道通讯输出的方式输出 因为我们在上面呢 再导入 一个是导入 SUB PROCESS 一个止程序 然后止程序模块 然后再导入日期时间模块 MPORT DATE TIME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用到报告下的这个工具 UNITS下的INCH INCH呢 是因为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输出的时候 要设置输出 输出文本 这个输出的文本呢 产生的这个文本呢 就是管道输出的那些内容 拿到以后呢 输出到我们的这个PDF里面去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导入一个 FROM 还是这个报告 模块下的REPORT LAB.LIB.UNITS IMPORT 导入这个下面的INCH 好 那我们需要用的模块呢 就都导入完了 导入完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定义一个词盘报告 生成词盘报告的这么一个方法 一个函数 DISK 下划线 REPORT 然后在这个方法当中 首先呢 我们就先 开启一个子进程 开启一个子进程 让它执行Linx的命令 P等于 SUBPROCESS 都要用它的POPEN 括号 括号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就给它 告诉它去执行DF命令 给它一个参数 -H 意思呢 就是让它显示持盘的文件系统 跟使用情况 -H呢 就是要它以高可读 高可读性的方式 给我们显示 就让我们可以呢 清楚的看到 那个字节长度的一个单位 都很清楚的显示 好 那这里呢 是要执行的命令 然后后面呢 告诉它 SHARE等于CHE-LL 等于 这是指定 指定其他的参数 TRUE 还要指定呢 我们这个输出的方式 是以管道通讯方式输出 STD OUT 等于 SUB PROCESS 的PIPE 这就是以这个管道通讯方式输出 好 那这里设置好了以后 我们有了这个P了 这个进程 那接下来我们就 呃 把这个输出的输出 读到的这个行返回 RE R E T 又R N P P 点 STD OUT 点 READ L N E S 读到的 读到的数据 然后 呃 调用输出 返回 好 那这个函数完成了 这个资盘报告的函数写好了 接下来 我们再来一个创建PDF的函数 这里只是那个产生那个呃管管道输出 执行命令以后的结果 数返回 返回以后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创建 把返回的内容创建成一个PDF 那就再定义一个函数 CR E A T E 创建PDF 这样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参数输入 input 第二个参数输出 P O T P O U T P O T 输出呢 就等于 输出的这个文档呢 就直接输出到PDF文件里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资盘报告 DISK 下画线 REPORT PDF PDF文件 然后冒号 这里少了个冒号 然后我们这函数体当中 就开始设置 首先呢 我们先拿到这个日期 当前的时间 NOW就等于 DATETME. DATETME.today 取系统的当前的日期 好 取到了日期以后 我们再去 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的结果 放到DATE 放到这里来 我们就要用 WNOW. NOW. STRF 把时间 按照指定的格式 进行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的方式 我们就在这个 括号里面 给参数 指定 第1个 然后还有秒 然后还有秒 百分号 S 这就是我们指定的 把这个日期 时间 按照我们指定的 这个格式 给我们显示出来 然后显示完了以后 接下来就开始 创建 画布了 创建画布呢 就是我们输出的 输出的这个对象 输出对象在这里嘛 指定 指向了是PDF 对PDF文件 所以呢 我们在下方 就开始 准备绘制了 C 画布就等于 调用CAN CANVAS点 创建一个画布对象 CANVAS 括号 那么输出到哪里去呢 就是这里 传 指定的 OUT POT 输出到PDF里面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 我们要设置输出的 文本对象了 准备一个 TextObject OBJECT 就是我们要输出的 文本对象 那这个文本对象呢 首先 我们就让这个画布 开始创建个文本 要用C.BeginText 创建一个文本对象 这个方法 就是给我们创建 创建了这个文本对象 那么这个文本对象呢 我们还要设置一下 首先设置呢 我们绘制在哪里 就是我们绘制的 画布的边界 我们就要用 TextObject Text的 SATA SATA Text TXT ORIG IN 会设置这个边界的方法 括号 告诉他 以这个单位 英寸为单位 我们上面这个导入 这个单位呢 就在这里头用到的 就这儿 首先呢 是INCH 英寸 然后逗号 告诉他这个文本边界 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 Text对象 在11英寸处设置文本边界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第二参数就11乘INCH 新号 这个INCH 好 那这里设置好了文本边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设置我们的文本的内容 Text Object 调用它的Text 开始设置文本行 LINES 括号 那么这里面的括号呢 我们就给它 用三个引号引起来的 首先呢 三个引号引起来 那首先呢 就先把标题输出 我们直接在下面写也行啊 反正是可以换行的 首先呢 是DISK 直盘 然后接下来空格 CAPACITY 然后继续 后面呢 是REPORT 冒号 然后格式的具体的内容呢 就放到这 百分号 S 放到这来 这是我们指定的格式嘛 指定的格式 结束的时候 三个引号 三个引号结束 具体的数据 这个日期呢 就产生这个报告 赤盘报告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上面准备好的DATE 放到这 放到这个百分号S这个位置 那我们这里呢 就继续 百分号 后面呢 跟着DATE 括号 好 那这里呢 第一行设置输出的文本 设置好了以后 也就是那个标题 那接下来呢 开始往里面设置 每一个 每一行 就是管道符号 输出执行命令的 每一行数据呢 都要输出 那每一行数据都要输出 怎么办呢 写个副循环 循环的时候 拿到的每一行 就input 输入拿到的每一行 就放到LNE里面 input 冒号 在循环体当中 说进一块 在循环体当中呢 我们就调用text object 调用text object的text LNE的方法 告诉他 写入一行文本 那个文本的内容呢 我们就调用LINE.strip 把这个数据往里面写 写完以后 写完以后呢 我们这个文本内容 对象是有了 但是要把它画到画布上 那怎么办呢 就调用C 画布的绘制方法 DRAW 就是文本对象 我们该设的都设好了 大小内容位置都设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调用绘制文本的方法 DRAW 就是绘制文本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text object 传过传过去给他 告诉他在画布上 也就是我们的PDF里 开始绘制 但现在没有往那个PDF里绘 现在呢 是在缓存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还是跟前面一样 调用他的 show page page 然后再把它存起来 调用c.save 方法保存 好 那我们这个函数就写完了 函数写完了 得调用 才能生成PDF 也要调用那个 呃 持盘报告的函数 才能产生一个报告 那怎么办呢 先调用持盘的 产生报告的这个方法 调用这个 调用这个函数呢 我们要把它接收下来 把报告接收下来 呃 这个括号 这个括号是哪一个 好像是后面多的啊 把这个括号删了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下面 这一行这里呢 先来 呃 先来呢 调用一个 持盘报告的函数 产生一个报告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p r e p o r t 就等于 调用 这个持盘报告函数 得到了这个报告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后面 就开始 调用上面的 创建PDF的方法 创建PDF的方法呢 不是要参数吗 那么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input 第二个是这个输出 输出我们这里 已经给了默认值了 已经指定了 已经指定了是PDF 那我们只需要 传这个input就行了 好 那我们在这里 小括号里面 就给它传 告诉它 我们输入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报告 把这报告传给它就OK 好 现在呢 保存一下 都写完了以后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就可以执行了 回到我们的这个 终端下 回到事儿里面 开始执行 摊粉 空格 我们就叫PDF 下滑线 DISKREPORT.py 回册 这里写错了 这里出现的错误 是在27行 创建PDF这里头 调用 调用出问题了 然后具体的执行呢 是在这儿 21行 21行呢 是这里 调用LINE的 STRIP 括号 Tax LNE 是我们这个L写错了 这个L是大写的 好 保存一下 重新来 重新一下 重新再执行 现在就没有错了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调用这个 object Tax Object的 Tax LNE方法 这个L写成了小写的 所以这块错掉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主文档位置下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PDF文件 叫赤盘报告的 找一下 赤盘报告 那个赤盘报告的名字 叫做 看一下 我们这个赤盘报告 叫D-I-S-K R-E-P-O-R-T 在这儿 赤盘报告PDF 当前的时间 现在呢 用文档查看器 把它打开看一下 好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 这个就是我刚刚创建的时间 那 月 日 还有年 然后后面是时间 那就在这里显示 这就是我们根据日期 把它格式化的 然后现在 上面的这个 上面的这 就是我们执行的 下面执行的呢 就是我们输出的那个 执行的 Linic是命令 查看文件系统的内容的时候 输出的 好像是一个格式不对了 那个标题格式不太对 那么标题格式呢 先不管它吧 我们就 现在先不改它了 在这儿 这里呢 就是具体的 那个文件池盘里面的 这个分布情况 这里就很清楚的 把数据 在这里都显示了 好 这就是生成 这个PDF的格式 生成PDF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使用 在Panthon脚本当中 如果你要很轻松的 就产生一个PDF文件 那么非常容易的 就是使用这个 报告的这个模块 用这个报告模块呢 去创建一个画布 当然你这个画布呢 就指向是这个PDF文件 就可以了 然后具体要输什么东西呢 你就在画布里绘制 就调用C的绘制方法 然后把你的 要在这个PDF内容里 绘制出来的 绘制出来的这个内容 去调用相应的方法 产生出来就行了 并且把它保存一下 所以呢 它使用起来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安装一下 这个报告模块 就OK了 就可以去很轻松的 产生一个PDF文件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文档 怎么样对文档呢 产生的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格式化 我们今天呢 只是简单的介绍了 一个是生成这个图表的 用图表对象 生成一个图像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生成的PDF 好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